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不安全 我记得我们也提到说 有消息讲习近平住进了西山的军事指挥所 通常就是玉泉山一带 如果你去香山的话就是玉泉山一带 那这种不同的说法呢 都反映出在打斗过程中 最上层我们看到的那种激烈程度 特别是也提出来说 包括中央警卫局 原来的局长副局长在大规模的更换 其实按照平常的一个角度我们去想 我觉得也完全能理解 因为上上下下 如果都是整个江家帮的人马 在过去二十年里面的统治 那今天你说信谁和不信谁呢 这是一种过程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经常跟大家讲 顺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顺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看起来没有道理的 但是呢 你就会发觉 有惊无险 在这个过程中 会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就是有神论跟无神论的一种 一种根本的区别 在我客人看法 根本的区别 但是如果不提这个高度来讲 只是民间的文化 我们也懂得顺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前两天 北京出现了这个沙尘暴 说上午是雾霾 晚上的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 天突然黑了 下沙子 沙尘暴 这是四月份 北京特有的天气 那这里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沙尘暴怎么产生的 我印象中当时一直解释 我能学到的 包括在大学里 学到的相关的北京的地质的情况 也说北京的沙尘暴 是因为内蒙的草原枯化 然后地表裸露 然后在风的作用下 把沙子吹过来 都这么说 那那个时候听着 也确实有道理 那现在我听起来就是瞎掰 你别在意啊 瞎掰 胡说 不会解释瞎解释 一年四季都有风 干嘛非在春天的时候 把那沙子刮起来 然后一移 一块喊口号到北京城 卸车 沙子下来 人的科学是一种解释的方法 但它非常浅薄 浅薄到骗人自己 但是在今天2015年 当人们重新认识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 很多事情有着另外的看法 但今天只不过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的 是中南海的惊心动魄的打杀 王岐山在三月份 在郭文贵挑起事端之后 他曾经到了河南去考察 考察过程中 险先的遭遇了两次暗杀 最新的报道这么说的 动向杂志最新的报道 王岐山在河南遭受两次暗杀 他一共曾经遭受过12次暗杀 文章是这么讲的 他说根据中央通报的资料讲 2013年以来 中纪委主要官员工作期间 遭到了暴力攻击 暗杀等事件 40多次 他说列为一级防扩散资料显示 在40多次当中 有12次是针对王岐山的 3月27、28 王岐山到河南省调研 在周密保护工作下 王岐山仍然遭遇了 有内线的暗杀行动 27号早晨 王岐山启程到河南 告知了河南省委、省纪委 但没有告诉具体的日期 他说是由中央警卫局和总参保卫部安排的专机 那落在的是郑州军用机场 总参保卫部 总参是郭伯雄的人 所以我们 他里面只是通报了这样的事情 但他并没说 来自于内部的内线的暗杀 是具体指的是什么 而去的河南 河南我们知道是李长春的地方 28号清晨 河南省招待所 还发生过两宗 针对王岐山的暴力攻击或暗杀事件 这里提到说 28号的凌晨4点多 省招待所停点 4点20分 备用电机启动后 5点10分再次停点 同一时间 三辆省委保卫部的专用车 在停车房起火爆炸 王岐山一行 当晚改在郑州警备区招待所休息 那我们就 你很难说 爆炸的事件 本身事件是针对王岐山做的呢 还是调虎离山 另有所谋呢 不知道 但是他披露出来的内容是这样 而在早期一两个月前 提到说军事政变也好 安杀也好 也就是对习近平 王岐山不利的行为 最终我们也都集中在 暗杀的行为上 那这是动向杂志披露出来的 那报道的内容呢 非常详细 有时间 有地点 有具体做法 所以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发生了 那我还是说那句话 顺天意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周永康将在天津被审 那动向杂志 拿到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 我坚持认为呢 这是今天中共最上层 就是今天主政的人 为了减缓对社会的冲突 故意把这些资料放出来 让人们让民间社会有一个缓冲的余地 能够接受这种现实 所以他保证社会稳定 是他第一需要 动向杂志讲 天津方面问周永康 辩护律师的人选 周永康自己明确说 他不想请律师 周永康将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而天津的司法部门两次问周永康提出辩护律师人选问题时 他明确讲不想请律师 对他所有指控他全部接受认罪 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场面了 那根据我们知道经历过的薄熙来的事情 你现在也很难说 周永康是认罪还是没认罪 所以我们只能从现在看到的表面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 而给周永康定的只是三宗罪 一开始提出来六宗罪 外加第七条的跟其他犯罪线索有关 结果实际送交司法时只剩三宗罪 相信跟他的表现有关 给他三宗罪 那结果会造成什么 他自己成为将来对曾庆红 对江泽民审判的证人 文章讲在4月1号晚上 周永康从北京转押到天津市警卫区招待所关押 4月1号愚人节的晚上 天津司法部门两次询问周永康有关辩护律师的问题 周永康说 我好 我对所有指控都接受认罪 我不想请律师 8号 司法部门告诉周永康说 你有权提出辩护律师的名单 或者由你在司法部门提议 律师名单来确定 当局已经提出四名律师的名单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它要做成什么样 做成在2013年我跟大家说的 用国家法律的概念 制裁中国共产党党务系统中最高的司法官员 政法委书记 用国家的司法去惩治共产党的法制本身 法律本身的官员 用政法委书记 给国家法律记旗 这是非常划时代的概念 2013年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这么说的 2015年的4月中旬 我们在讨论着这件事情 周永康在加拿大拥有秘密账号 那中纪委在追查 周永康的贪腐网络遍布全球 有媒体称 周永康透过前中石油加拿大公司任高管的小姨子 在加拿大洗钱 还在加拿大持有秘密账户 我个人觉得这东西很正常 根据海外媒体报道中纪委的消息 此前担任中石油加拿大分公司总经理的周永康的小姨子 居住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 不过他早已卸任了中石油高管的职务 可以肯定的说 这些年 他的小姨子透过周永康和蒋洁民 也敛财无数 有关部门正在追寻其归案 这个东西都是很正常的了 对吧 我觉得你现在追 说他小姨子挣钱了 那没出事的现在还挣钱呢 是吧 这个体制是这么运作的 国家是这么发展的 大屁股掘起 就是这么掘起来的 还掘着呢 对不对 所以掘着现在就是挨打了 不是原来那个概念 多少 本质上有点改变 形式上还存在 所以这是我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 这件事情的时候 看到这种争斗的过程中 你要明白 这应该是自我 人性的觉醒的过程 而不是看别人笑话的过程 你以为看他笑话的时候 你自己不觉醒的时候 明天你就倒霉 一倒就倒血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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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